大家好,我是小林,点赞订阅小林财经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华爱消息 习包子,这次真的是完蛋了 现在他的施政简直是混乱不堪 乱成一锅粥,进入了一个混沌期 其实最近我们看到这些街头运动 上海市民都喊出了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 那简直是全世界的媒体都是为之震惊的 没想到中国的韭菜 一般的老百姓多温顺,多好说话 都压了这么多年 那些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的老百姓可以讲是怎么整他都嫌 所以我们才有个韭菜这样的称呼 这也是一种自嘲,也是一种戏略 对不对 那就是这个韭菜都造反 你想想,大家是相当震惊的 而这种表现,街头运动 实质上那就是对细胞子的这种混乱不堪的施症的一种应急反应 我认为这些运动,它恰恰是果,而不是因 所以因果的顺序 它恰恰是因为你细胞子太混乱了 你这些东西都没办法实施,都没办法做 所以包括基层也没办法很好执行 那最后落到民众社会就有一个很强的应急反应就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到这种混乱 它是高度疑似 现在很可能还要再往更坏的方向发展 为什么我这么说 我们来一起瞧瞧看看 它的这种混乱的政策下一步会怎么样 我就看到今天第一个 那就是西方 他现在有点就作茧自负 自己把自己进入了一个囚徒困境的这么一种感觉 那为什么我这么说 你看这美国发出了这样一个声明 我们结合几个材料要一起分析分析 驻华师团是美国公民的声明 郑尔巴金在美国官方的大使馆的网站上发布了出来这么一个通知 就昨天晚上11月28号 就说海外的美国公民 因为它是用中文发的发给身处中国的美国公民 这么一个通知 就说美国公民的安全和健康和福祉 是美国最高等级的优先事项 这里面这一句话就明显打了细胞这脸 你是悠闲 我们也悠闲 是吧 这个美国 你看美国公民的安全健康和福祉 是美国最高等级的优先事项 美国的公民 因为最近在中国新冠感染人数上升 而受到影响 这种风控 我们正在积极的与他们一起努力 并为他们提供帮助 就在中国的美国公民 又用中文发出来了 随着疫情的发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已扩大了新冠疫情防控举措 这些举措 他扩大了这个举措 这些举措包括了居家隔离 大规模检测 场所关停 交通中断和风控 以及有可能发生的家庭成员的分离 这个伯恩斯大使和使团的其他官员 已经定期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别官员 直接提出了我们对其中许多问题的关切 并将继续如此 我们鼓励所有美国公民和你自己 你各位家庭成员 保存14天的药物 瓶装水和食物提供供应 你要保存一些东西 家里面备粮 跟我们海外博主们说的话 一有益钱 我说了广州的小伙伴们 赶紧卖东西 赶紧勾物 赶紧囤粮 上海市民 这个到处都是一样 那这个伯恩斯使团美国公民保持密切联系 那就这么个通知 你想想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 我们这个是全球效果最好 他就把自己加上去了 你发现没有 现在他能能走 那他没办法 你看这美国 哇 你们有这个安全 我们这个才是 最细胞 他这个人 我们分析他未来的走向 你要结合他之前做的东西 他真的是十里三度不幻间 我们这个才最好 你看到他中英每天自说自话 这个人民日报连续十几天 天天中英就是不断重复 我们这个效果最好 最经济 到昨天晚上新闻联播 仍然这么说 就说复杂严厉 但是我们这个最好 做的最好 不断重复 那他就架上去 你想美国 这个我们也要保障当地居民 你的意思就我没保障了 我你就黑我中国了 他这个公告就相当于 人家也很正常 美国肯定美国的政府 发一个公告 也是说我们美国政府 他肯定作为政府 作为这个 你说这个政治家 也好什么都好 对不对 他肯定这么说的 难道我这美国政府 说我不以人民群众的 生命优先吗 其实也正常 对不对 那我发一个公告 我肯定也这么说的 对不对 每个国家的日本政府 在野党也好 这个执政党也好 他肯定都是这么说的 是吧 那这个一说出来 但是一说出来 他就有点打他脸了 他就说 你就说我这个模式不行 我到时候就转你那个模式 那我这个中国共产党不是不行的吗 你再结合 你比如 这个白宫 国安委发言人发表声明 上美国不追求新年政策 更专注于提升疫苗的接种率 和让治疗测试手段更加易得 过去曾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 通过新年政策来控制病毒 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都指出过了 美方一直认为 美国全世界每个人都有和平抗议的权利 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人 然后还有比如台湾 我们结合起来 你看最近台湾将于12月1号 取消户外口罩令 你看并将入境人数上线调整为20 10万人一周 指挥中心称 重证数指标呈下降趋势 轻无症状者为99.55% 那这个我没有认真确认 但是就台湾 你看取消户外口罩令 有这么个新闻 那里面 我们就看到了 你看台湾也是在放宽 哎呦 我这个中国好像就不行了 就相形见拙 哎呦 你这习包子怎么吞得了 这口气 你想想 他你就以他的这个这个性格 还有他这个这个这个路子 哦 里面这个这个就就黑黑 我不行 我偏要嫌 这个习包子 呃 那要不打他脸 他现在就前一步 前也不是后也不是前吗 打他脸啊 打的他 他很可能习近平下台就喊出来了 啊 他也不是不好不好 拿捏到时候 我放宽一点 我顺着里面都会不会就呃就到时候有什么反习势力 习民知己是怕呀 有有没有一回事 他就感觉有有人的有人要搞他啊 他就不愿意放了啊 他一下子就不愿意放了 那就这条路他也他也都走了也是很困难 那个继续搞呢 搞得经济崩溃 但是经济崩溃里面 我就是这么看啊 他还是会走经济崩溃这条路 为什么呢 对于他来讲 经济崩溃比那个他可能下台的风险更低 他感觉这个对他来讲的更更综合效益更好 你看是不是 所以他这个人 他做出决策的这个基础呢 跟我们老百姓想的不一样 我们老百姓一想哎 你看之前很多博主说啊 这个中国要放宽清零政策了 那你这个放宽清零政策 是你是帮 所以很多时候的博主们啊 也是哎呦 错就错在什么呢 错就错在你帮细胞子做决定 我们的分析问题只能是帮了 这个只能是指出啊 我们就不让大家和细胞子不会听我们的 大家我们就指出 你细胞子这样不行 那样这个可能会经济崩溃 我们就指出这种可能性 但你不能帮他决定 就是你因为你没办法替他决定 他他也不会是不可能 因为他做出一个决定 有时候是随机的 有时候他他不一定是已经完全决定好的 就你替他做决定 这个是不切实际 哇这个必然放开 中国已经呢 放开了啊 我就帮帮他进中南海 我就帮他定了啊 这就是错误的根源 错误的根源就是你 好像你帮他做了决定一样 没有这样的事情 细胞子有时候我说了 他都是走一步看一步 他自己都没准啊 整个就是一个混沌期 混沌期每一次 为什么细胞子往往走向这种灾难性的这么一个结果 就是因为 他感觉我宁愿是经济崩溃 也比我下台好 他是这么个逻辑 他说这简直是个魔鬼逻辑 他就感觉我有下台的可能性 那还不如经济崩溃呢 所以这之前为什么他一根筋走到底 包括这青年的话 因为影响太多人了 这个政策 那里面你比如我们现在种种迹象也是看到了包括国际啊 国内哎今天看到哎呦 这这你看在国外你看有人的这个集会啊 就就说啊 this is my my duty啊 你看都都出来了 然后国内 还是不断有群众啊 在这各种场合直接就喊出你细胞子 习近平不是个东西啊 直接就骂细胞子 当着当着整个里面啊 包括什么重庆超越超越哥也好 那个都是直接就屌了 直接就是批评啊 中国政府批评习近平 这些声音都出来 你说他敢不敢 这个时候的话有有一定下台风险东西 他给他放开 很很可能是不会的啊 这个他他最后走上一条路 他有一条路走到黑 包括这个赵立坚啊 赵立坚昨天我留意到啊 他也是出来发表一些声明啊 比如这个BBC记者在上海采访抗议 遭到逮捕换了几个说法 一开始因为这人家 你忽悠一下墙内的群众可以 你要墙外的这个新闻都知道的 墙外的你说这BBC都发出来了 说机场的民警说为了他好 怕你感染了病毒 都是机场 有时候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我说要习包子的这个混乱的政策 那个引起基层执法的混乱 然后这个社会的应急 他这全搞乱了 全被他搞乱了 最后他又选择一个最灾难性的 我就坚持我十里三路不关家 那就崩溃吧 整个就崩溃了 这个赵立坚出来也是回应 回应了之后 他也是记者没有表明身份 就换了一个说法 这个琢磨一下 你看高层这里面外交部 他还是有点人的 有时候说法还是比基层的那些好一点 基层就不知道为什么 基层这些民警捅了一个 我为了你好 怕你感染心惯 这个狗了 然后上面的外交部琢磨了一下 你这个不行 对吧 干脆就换了一个叫做什么 记者没有表明身份 但又问起这个防疫政策的时候 他就还是强调中国坚持动态清廷 外交部出来还是继续说这个话 坚持动态清廷 总方针 总方针总策略 看来这两句话 他不是随便说的 一个总策略 一个总方针 那他不会随便说说的 然后到新闻联播里面也还是 我们这个怎么说 最经济还是这么出来 然后再到其他领域 我们可以看看其他领域吧 除了这个防疫以外 这个比如最近 你看这个12月15号 那就正式实施了 网信办的新规 点赞不良信息将被追责 让这个点赞都不行了 所以他极其高度疑似的 最后还是选的最朝鲜化 所以我昨天晚上为什么又冷思考了一下吗 有的网友说要搞乱了 现在思维有点混乱 混乱 我们这个你为什么听上去混乱 那就是因为细胞子混乱 他是整个都是乱的 我们的不断的去分析这些感觉 我们就跟着他 你就感觉说全乱了 所以社会 社会容不得乱了 经济不容不得乱了 大家翻得吃不上了 所以说社会就应激嘛 这就是一个结果嘛 对不对 那最最后你看呢 还是12月15号 点赞也不行啊 点赞也要追责 我看到一一篇文章很厉害了啊 湖北日报 哎呀发表这个评论员文章称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也是开始预热了 对于这个网信办的新规啊 12月15号的这个新规也是在日热啊 说在网上制造设议的谣言啊 必遭一见封喉 刚好武汉最近不是汉政街吗 也是有这种动 社会民变啊 社会运动啊 所以他也是设议啊 这个也是说到这么个问题 所以湖北日报跳出来了啊 网上制造设议谣言 必遭一见封喉 哎呀网民们 我这看在下面他们就回应了 哇这什么一见封喉啊 你干嘛呀 你想干嘛呀 多恐怖啊 你是不是要杀人灭口啊 什么什么一见封喉 你啥意思啊 这个网民们 你看就就很大反应了啊 你看里面对于网络上虚假的第一号通告啊 这是什么什么东西啊 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第一时间辟谣 哎呀你们辟谣都都是都是乱套的 他们辟谣也乱套啊 什么这个刚辟谣又封城 或者换了结果说法啊 我说你当老百姓是啥子呗 所以老百姓不就反了吗 最后就是就是你你这个东西混不下去啊 所以我说细胞是完蛋 他再这样搞下去必然完蛋啊 经济完蛋啊 最后要不要不就拉把整个中国拖下水 把整个世界拖下水 整个国家啊 整整个拉着国际经济一起完蛋啊 他就他就这么想的呗 是吧 与此同时公安机关迅速行动 将冒充疫情防控指挥部啊 嫌检作祸 正式是呃 依法受案调查啊 及时澄清不实信息啊 就迅速果断啊 公安机关啊破坏 对于破坏防疫大局啊 挑战法律底线哎 公安机关绝不姑息 严惩不怠啊 呃 这些现象一个一个来看 我该保持啊一定程度的悲观啊 就是感觉呢 习包包啊 最后很可能 还是走向这种 呃 灾难性的这么个选择啊 最后再再补充一个材料 再补充一个材料啊 那就是看到 古巴啊 上两天我们就会说了说到古巴吗 哎呀好像只有我这个频道说了 就古巴领导人来 中中国就是访问嘛 访问这个事情 就 中国共产党啊 这个官媒做出了很 高规格的接待啊 这些接待里面啊 我我当时我的标题就是 哎呦这个 要搞这个勒紧裤药袋了 你看国内经济什么楼市啊 你看全崩溃 啊 我们有有机会再再聊聊啊 那个 今天又出来一个好像又想救楼市啊 救呢 又救出个这个不三不四东西 你看 你看就就跟着现在这个防疫一样的 每次一出来 既要又要啊 我就要坚持房租不炒啊 这个又啊这个又要满足刚性需求 你看他所有政策都是这样 都是混乱不堪啊 你要不你是房楼是实在不行 你就刺激一遍 他不是啊 他他就给点来降的 我就既要房租不炒 又要坚持啊 这个这个满足一点刚性需求 阴城四测 你看又来了啊 这个这个防疫也是这样的啊 每每个地方 你啊这个有一点自助线啊 这个什么二十条啊 要不不能乘乘加码啊 我们又要坚持动态经历 你看所有包括防止政策啊 包括这个防疫政策 都都是这个鬼啊 你说这个国家 你如果继续维持现在这个混乱不堪的架势啊 这些习包包 那必然中国这个继续这种应接 因为这个果就是由于这个混乱的政策的阴导 是吗 我说我一开始 所以我们点点回那个题 古巴这个新闻没没讲完啊 那保持混乱也是玩毒者 最后再走走这个完全朝鲜化道路呢 也是高度疑似 你看这古巴啊 中国将向古巴捐赠一个亿美元 哎呀老百姓日子没法过来捐赠一个亿啊 对吧 那简直是你说现在习包包里面他他已经疯了 习包包已经疯了啊 所以我们就啊 你从这个古巴这个领导员啊他的这些动作来看他还是非常的原教旨主业 我还是相当担忧 他最后还选择一个对社会最灾难线 他但是他感觉对于他自己呢 呃比较稳妥的一个办法 那这个全面朝鲜化啊 那先说到这也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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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分享 拜拜